深夜浅读 仿佛多年来的辛劳在这一刻都得到了慰藉 突然门砰的一声被推开 我的儿媳妇李宛如满脸怒气地冲了进来 她的目光在餐桌上扫尸一圈 最后落在我手中的螃蟹上 我看到她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 妈,你在干什么? 李宛如的声音里充满了愤怒和不可思议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 疑惑地看着她 怎么了? 我就吃个螃蟹 话音未落 李宛如已经冲到了厨房 我听到一阵翻找的声音 然后她拿着一把拖把冲了出来 在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的时候 她已经用力地将拖把砸向了地面 冬的一声 拖把重重地砸在地上 发出一声闷响 我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 不知所措地看着她 这时 我的儿子张磊闻声赶来 她站在门口 脸色阴沉地可怕 我看向她 希望她能给我一个解释 但她只是冷冷地看着我 一言不发 空气仿佛凝固了 我的心跳得厉害 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 终于 李宛如冷笑一声 打破了沉默 妈 那是给我妈准备的 谁让你吃的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 我愣住了 手中的螃蟹掉在了盘子里 一瞬间 我仿佛回到了九年前 当时我满怀期待地 看着儿子和儿媳搬进新房 心里想着要好好照顾他们 可现在 就因为一只螃蟹 我竟然成了不懂事的那个 我站起身 深吸一口气 强忍着心中的委屈和愤怒 没有多说什么 我拿起包 头也不回地走出了门 当晚 我回到了自己的小屋 坐在床边 我拿起手机 拨通了儿子的电话 电话那头 儿子的声音还带着怒气 喋喋不休地 埋怨我不懂事 吃了他丈母娘的螃蟹 让他老婆不高兴 还说我嘴馋 我平静地说 五千块的房贷 以后你们自己还吧 说完 我挂断了电话 任凭泪水无声地留下 我出生在1962年 我的童年记忆里充满了饥饿和艰辛 但也正是这样的环境 培养了我勤俭节约的习惯和坚韧不拔的性格 我还记得 在我很小的时候 母亲总是把最后一口粮食留给弟弟 她常说 秀琴啊 你要懂事 你弟弟是男孩子 要长大当家的 虽然心里不服 但我没有抱怨 而是更加努力地读书 希望有朝一日 能够靠自己的能力出人头地 那时候 我们住在一间破旧的土房里 冬天的寒风 总是无情地从墙缝里钻进来 我和弟弟常常挤在一起取暖 尽管生活艰苦 但我从未放弃过 对知识的渴望 每天放学后 我都会点上一盏昏暗的煤油灯 扶在桌前认真学习 秀琴 别看书了 快来帮忙做饭 母亲的声音 常常打断我的学习 我会立即放下书本 跑去帮忙 在繁重的家务中 我学会了 如何在艰难中生存 如何在困境中坚持 1978年 我初中毕业了 那时候虽然可以参加高考了 但我家里已经负担不起我继续读书的费用 看着同学们一个个背着行囊踏上求学之路 我的心里充满了酸楚 但我没有怨天尤人 而是选择了外出打工 我来到了城里的一家纺织厂 刚开始的日子并不好过 我常常被繁重的工作和陌生的环境 折磨得筋疲力尽 但我始终记得父亲的话 吃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 我咬牙坚持 努力学习新的技能 很快就得到了工友们的认可 就在这个纺织厂 我认识了我的丈夫张建国 她是厂里的电工 为人老实本分 对我也很好 我们相识 相恋 然后很快就结婚了 婚后的日子虽然清贫 但我们互相扶持 日子过得还算甜蜜 1985年 我们的儿子张磊出生了 看着墙堡中的儿子 我和丈夫的眼中 满是幸福的泪水 我暗自发誓 一定要给孩子最好的生活 不让他像我们一样吃苦 为了照顾孩子 我不得不辞去了工厂的工作 在家里开了个小杂货店 白天照看店铺 晚上照顾孩子 我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 但每当看到儿子天真的笑脸 我就觉得一切辛苦 都是值得的 九十年代初 我们的小店生意越来越好 日子也渐渐好起来 但好景不长 1997年的下岗潮来袭 丈夫失去了工作 那段日子 我们全家都陷入了困境 我记得有一次 儿子放学回来 眼巴巴的看着桌上 仅剩的一个鸡蛋 我强忍着泪水 把鸡蛋给了他 自己只喝了点西粥 妈 你也吃 儿子懂事地把鸡蛋推到我面前 我摇摇头 笑着说 妈不饿 你吃吧 妈妈看着你吃 心里就高兴 就这样 我们省吃俭用 把最好的都留给了儿子 功夫不负有心人 儿子的学习成绩 一直很优秀 2003年 他以优异的成绩 考上了重点大学 我和丈夫喜极而泣 送儿子去大学的那天 我把所有的积蓄 都塞给了他 看着他瘦弱的背影 消失在车站 我的心里既自豪又心疼 我知道 为了儿子 我愿意付出一切 四年后 儿子大学毕业了 我们又东借西凑 脱了很多关系 终于帮他在市里的一家大公司 找到了工作 看着儿子西装革履地去上班 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2011年 儿子要结婚了 我们再次倾其所有 帮他们买了房子 付了首付 每个月 我和丈夫还要从微博的退休金里 挤出5000块钱帮他们还房贷 婚后 儿子和儿媳都忙于工作 我主动承担起了照顾孙子孙女的责任 早上五点起床准备早餐 送孩子们上学 然后打扫卫生 准备午饭 下午接孩子放学 辅导作业 准备晚餐 每天忙得脚不粘地 但我从未抱怨过 就这样 九年过去了 我的皱纹越来越多 背叶越来越妥了 但我心里满是欣慰 觉得自己的付出总算没有白费 然而 我渐渐发现 儿子和儿媳 似乎把我的付出 当成了理所当然 他们很少关心我的身体状况 也从不问我是否需要帮助 每次我想和他们聊聊天 他们总是说很忙 没时间 更让我心寒的是 我发现儿媳对她的母亲 却格外关心 每次庆嫁母来 儿媳都会精心准备丰盛的饭菜 买最贵的补品 而对我 却总是草草了事 我试图和儿子谈过这个问题 但她只是敷衍地说 妈 你别多想 我们都一样的 就这样 矛盾在不知不觉中积累 直到那天 那个平常的周末 一只螃蟹引发的风波 彻底撕开了我们之间 看似和谐的面纱 挂断电话后 我坐在床边 泪水模糊了视线 我开始回顾自己的一生 思考是不是自己做错了什么 我想起了自己的童年 想起了父母的重男轻女 想起了自己为了生存 而放弃的梦想 我又想起了结婚后 为家庭付出的点点滴滴 想起了为了儿子 而忍饥挨饿的日子 突然 我意识到 也许我太过溺爱儿子了 我把所有的爱都给了他 却忘了爱自己 我一直以为 只要我付出的够多 就一定会得到回报 但现实给了我一记重重的耳光 我想起了一句老话 夫妻本事同林鸟 大男临头各自飞 儿子选择了站在妻子一边 这也许是人之常情 但这并不意味着 我就该继续忍气吞声 经过一夜的思考 我做出了决定 我要重新规划 自己的退休生活 不再为儿子的家庭付出那么多 我要学会爱自己 享受自己的晚年生活 第二天一早 我给儿子发了条信息 妈妈想通了 以后你们的事情 你们自己处理 妈妈老了 要好好照顾自己了 儿子很快回复 妈 你别闹了 昨天的事 我们道歉还不行吗 我苦笑着摇摇头 回复道 不是闹 是真的想通了 你们自己的家庭 自己负责 我不再插手了 接下来的日子 我开始参加社区的活动 我认识了一群 和我年纪相仿的朋友 我们一起跳广场舞 学习书法 有时还一起出去旅游 我重新找到了 年轻时的兴趣爱好 开始学习绘画 甚至尝试了瑜伽 慢慢的 我感觉自己年轻了许多 每天早上醒来 我都会对着镜子说 秀琴 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要好好爱自己哦 儿子和儿媳 起初以为我只是在闹脾气 但随着时间推移 他们渐渐意识到 我是认真的 他们开始频繁地给我打电话 邀请我去他们家吃饭 但我都婉言谢绝了 有一天 儿子来到我家 看到我正在画画 他愣住了 说 妈 我不知道你会画画 我笑了笑 说 妈妈年轻的时候就喜欢画画 只是为了照顾你们 一直没时间学 现在终于有时间了 儿子沉默了一会 然后说 妈 对不起 我们一直忽视了你的感受 我放下画笔 看着儿子说 小蕾 妈妈不怪你们 但是 妈妈也有自己的生活 以后 我们就保持正常的来往吧 你们的事情 你们自己做主 妈妈祝福你们 儿子点点头 眼中含着泪水 我知道 我们之间的关系 可能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但这也许是最好的结果 现在 我每天都过得很充实 我有了新的朋友 新的兴趣爱好 我学会了关爱自己 享受生活 虽然和儿子一家的关系 变得疏远了 但我的内心 却前所未有的平静 回首往事 我不后悔自己的付出 那是一个母亲的本能 是无私的爱 但我也明白了 爱别人的同时 也要学会爱自己 只有先爱自己 才能更好地爱别人 生活就像是一盘螃蟹 有甜有苦 有起有落 重要的是 我们要学会在品尝 人生百味的同时 保持自我 活出自己的精彩 下面请听另一则故事 工作了一整天 我回到家都七点了 一推开门 家里如我所料乱糟糟的 孩子的玩具 七零八落地散了一地 公婆已经回自己家了 而我家的一大衣小 都安静地窝在沙发上 老公周宇在玩手机 儿子悠悠在看电视 周宇见我回来了 头也不抬地说 月月你吃了吗 厨房给你留了饭 我走进厨房一看 确实是给我留了些饭菜 可洗碗槽里 还堆满了没洗的餐具 抽油烟机更是脏乎乎的 简直是看一眼 都得把眼睛沾上 每次都是这样 我婆婆为人勤快 饭做得也不错 就是不喜欢刷碗 每次都要给我留着 问题是我也不喜欢刷碗了 我深吸了一口气 望着客厅里 没心没肺的儿子和老公 似乎连抱怨的力气都没有 想到这里 我也破冠破摔 我把饭菜热了热 吃完饭后 直接把碗扔到水槽里 满目狼藉对吧 视而不见就好了 周宇好不容易 打完了这几把游戏 才从沙发上站起来 走到厨房 他皱了皱眉 哎 你怎么不洗碗 我趴在床上 有气无力地说 那你怎么不洗 周宇一屁股坐在我边上 你不是没吃吗 你一块洗呗 快去快去 我切了一声 那你们下次别给我留饭了 为了吃这口饭 我还得洗这么多碗 擦抽油烟机 我在公司门口吃碗面就行 看周宇一脸不乐意 我直接道 反正你有力气你洗 我是没劲儿了 周宇有些不耐烦 你天天下班这么晚 是我一直在看孩子 我爸妈也累了一整天了 才刚回去 你回家就不能干点活 靠 竟然说得头头是道 我心里也很烦 反驳道 你看孩子 不就是给孩子看电视吗 有什么可累的 我提前说好 我明天还加班 就不回家吃了 请你们不要给我留饭 更不要给我留碗 其实周宇和我都是双职工 公婆能每天来给我们带孩子 我心里挺感激的 可我上了一整天的班 累得死狗一般 回家后什么活都不想干 周宇不满道 没见过你这样的女人 懒得要死 我心头冒火 坐起来大声道 我是去工作 又不是去玩 你有什么可发牢骚的 你要是有本事 出去挣大钱 给我请个保姆 把家里的活都干了 你爸妈和我都轻松了 没本事就少挑刺 平时我也不会这么暴躁 可我已经被资本家折磨了一天 忍耐力也到达了极限 周宇瞪着眼睛说 你这是强词夺理 我冷哼一声 随便你怎么说 一会儿还要给两岁的孩子洗澡 哄睡 讲故事 还要铺床 擦地 晾衣服 每天干不完的活 我还不知道去哪儿说理呢 因为这件事 我和周宇闹了一天的别扭 要说两个人在一起 恋爱的时候 都是你浓我浓 可只有真正进入婚姻 生了孩子 才知道能为对方干点活 才是最实际的 转天下午 我干脆下单了一台洗碗机 既然为了这点家务吵架 那不如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其实之前装修的时候 我就提出要装一个洗碗机 可当时负责新房装修的是周宇他爸 他说厨房面积有点小 装不下洗碗机 我觉得面积没问题 只不过老人节俭惯了 应该是怕废水费电 想到这是周宇家买的婚房 我也不好意思过多要求 可洗碗机买回来 实际情况却不如我的预期 我婆婆望着硕大的洗碗机 怎么也不肯用 对我说就这么几个碗 不用这么费劲 这又嫌费劲了 我十分无语 表面上却笑容可居地说 这个可以高温消毒 还能减少幽门裸杆菌的风险 用不用我帮您也买一台 我婆婆撇了撇嘴说 不用了 从此为了不让我费水费电 婆婆再也没给我留下过脏碗 虽然间接解决了我的烦恼 可宁愿劳累自己 也不劳累机器 我实在不能理解 洗碗机寂寞地 助力在厨房中 成了个无人问津的小可怜 周宇念叨我 看吧 就知道乱买东西浪费钱 我二话没说 干脆拿她洗孩子的玩具 洗麻将 洗腊肉 洗一切能洗的东西 周宇看着闪闪发光的麻将牌 直发傻 我拍了拍她说 年轻人 思路要打开 这几年的婚姻生活告诉我 老年人和年轻人一起生活 肯定是有代沟 连我爸妈和我还总吵架呢 所以我从不内耗 该吃吃 该喝喝 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 有天公公下楼遛孩子的时候 不小心崴了脚 当时周宇正在开会 实在走不开 我连忙请了个假 开车送她去医院 前前后后忙活了一上午 把公公安顿好后 婆婆对我颇为感激 一个劲地夸我能干 可能是这件事触发了他们 到了晚上 公婆拉住我和周宇 召开了一个小型家庭会议 我和你爸上岁数了 越来越有心无力 也帮不了你们多少了 月月你一个月能挣六千对吧 这钱我们出了 你就在家专心照顾孩子和家庭 行不行呢 婆婆走后 我和周宇开始商量这件事 周宇说 你看我爸妈多好 其实就是想变着法的补贴咱们 我说 你同意 周宇点头 为什么不同意啊 你在家带孩子 我最放心了 爸妈也能减轻压力 我工作上就更没有后顾之忧了 见我沉思不语 她搂住我的肩膀说 月月你放心 我是认可全职妈妈的付出的 你把孩子带好了 每天教她英文绘本 做做饭 做做家务 我回来能有口热饭吃 这不也挺好吗 她说了这么半天 只有前半句话打动了我 我每天早出晚归 对孩子的陪伴确实太少了 有时我去上班 悠悠会哭着抱着我的大腿 让我不要出门 每当那个时候 我都很心酸 可真的要全职吗 自从我大学毕业 我还从来没过过 没班上的日子 第二天 我找了个空 回家看了看我爸妈 自从前嫂子江欣 和我哥离了婚 我爸妈就全心全意地 照顾我侄子张望 这两年好不容易熬到张望上了幼儿园大班 家里难得清闲 对我公婆的提议 我妈一边垂背 一边表示赞同 你累死累活 一个月挣这么点钱 现在在家风不吹日不晒地就挣了 不挺好的吗 我爸也说 说明你命好 公婆都是厚道人 嗯 跟我爸妈一比 我公婆确实算是厚道 至少这几年 他们只顾着我侄子 从来不管我儿子 公婆表面上什么都没说 等到了单位 连我的闺蜜兼同事小刘都道 哇 好羡慕你啊 我早就不想上班了 不是 只有我觉得这是个馊主意吗 果然 英雄所见略同 能理解我的 只有我的前嫂子江欣 月月 我的建议是千万不要答应 江欣如是说 江欣和我哥已经离婚好几年了 他这几年事业发展得不错 还买了辆好车 人比从前看起来自信漂亮得多 我哥悔不当初 他带着个儿子 本身还是若惊 再也找不到像样的对象 我爸妈更是为自己当初鼠目寸光 而懊悔不已 因为旺旺的关系 我们经常见面 他对我来说是个很善良明智的大姐姐 江欣说 月月 你公婆的话虽然听起来漂亮 可实际上有很多问题 首先 既然是想要补贴你们 为什么非要让你辞职呢 你不辞职 拿这些钱请个保姆不行吗 要不说 姐姐活得通透呢 事实就是这样 既然是补贴 为啥还要提条件 我说 我婆婆的姐姐家请过保姆 据说那个保姆虐待孩子 还总偷东西 他们对请保姆很反感 所以我还得感谢公婆对我的信任 江欣了然道 是这样啊 我明白了 可这六千块钱 虽然能覆盖你的工资 但你实际上挣的钱 根本不止这些 还有五险一金呢 我点头 这个我也打听过了 我自己交五险一金的话 一个月大概要一千五百块钱 这还是比较低的标准 江欣道 如果这么算 这六千块钱 只能剩下四千五 那这四千五 到底算是给你的零花钱 还是家用呢 我愣住了 零花钱的话 代表我可以随便花 家用就是专款专用了 这两者简直天差地别 看我呆滞的表情 将心无语地笑了笑 还是自己挣钱 自己花更好 对吧 我叹了口气 这谁不知道呢 不过我公婆 周宇 连我妈她们都想让我辞职 我也不想太自私了 要是不辞职 好像我在和全世界对着干一样 江欣喝了一大口咖啡 淡然道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 她们给出的建议 也只符合自己的利益 像你公婆 在她们心里 最重要的是 周宇可以安心工作 悠悠可以得到最好的照顾 她们能轻松一些 享受儿媳的帮忙 所以你全职对于你公婆来说 是最优解 对于周宇来说呢 她自然是爱你的 可她明显更担心 她爸妈的身体 需要一个闲内住 至于旺旺的奶奶 也是我对不起你 说完 江欣对我露出歉意的神色 这些年 我哥是个甩手掌柜 自己过得不如意 孩子也不管 把生活弄得一团乱 我妈为她操不完的心 我爸更是总抱怨 所以她们没有办法顾及我 希望我在婆家 能搞定自己的生活 就不会要求她们的帮忙了 这是我爸妈的私心 江欣叹了口气 说 要不是因为旺旺 爸妈总会帮帮你 我摇了摇头 又不怪你 别乱想了 江欣不是个不负责任的人 事情走到这一步 全是我哥旧游自取 当初又没人逼着他出轨 再说 我哥这种情况 就算江欣想带孩子走 我爸妈也不会同意的 江欣柔声道 你就是太喜欢为别人着想 可你也要多为自己想想 说实话 你辞了职 你们家周宇一个人的工资够花吗 我无奈地说 肯定是不太够啊 不然我公公婆婆 为啥补贴我们呢 虽然我们这是个二线城市 可消费水平并不低 周宇在国企 一个月挣七千 每月要还两千的房贷 而且除了固定开支之外 悠悠也比较费钱 我们俩一年到头 也存不下几个钱 江欣一副了然的表情 说 我认为 如果你真的拿了这钱 就变成了给公婆打工 不仅要当全职妈妈带孩子 还要洗衣煮饭 打扫卫生 公婆的身体出了问题 你也得义不容辞地照顾 简直是集保姆 终点工 育儿扫鱼一身 你说现在这社会 这三种工作 哪一个是六千块钱 就能请来的 更何况 江欣画风一转 人心一变 家用花钞了 你是不是得手心 朝上找周宇要钱 周宇不当家 不知柴米贵 说不定还会觉得 你大手大脚 不够贤惠 那时可就被动了 是啊 吃人的嘴短 拿人的手短 我明明自己能挣钱 为什么非要把主动权 放在别人手里呢 更何况 我公婆给我工资 这事也不会签合同 他们今年给 明年不给 我也没辙呀 等到我和社会 拖了结 再也找不到 合适的工作 我岂不是任人宰割了 此时 我已经想非常清楚了 这个工作死 也不能辞 可我也有顾虑 悠悠才两岁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次我公共会摔倒 也是因为这两年来 天天来看孩子太疲劳了 别人家基本上都是两家老人 轮流帮着看 好歹有个喘息休息的机会 而我爸妈根本顾不上我 就只能全靠公婆 这也是我始终觉得 不太有底气的一点 江新拍了拍我的手背说 月月 悠悠已经两岁了 最困难的时期 都已经过去了 只要能坚持到孩子上幼儿园 你就能松一口气了 我心里本来是有些迷茫 听到江新的话后 立刻拨开云雾 是啊 怀孕 生子 哺乳期都熬过来了 怎么也要再坚持一年 我想了想 感慨道 姐 当初你是怎么熬过来的呀 江新的大儿子 婆繁两岁时 他前夫赌博 把家里的存款 输得干干净净 还欠了好几十万的网贷 真难想象 江新是怎么一个人 带着孩子撑过来的 江新轻笑 咬牙硬熬着呗 好在现在婆繁懂事了 旺旺也大了 我算是快熬出来了 我望着他红润的脸庞 说 哎 看你这气色好的 不会是谈恋爱了吧 江新脸色微红地说 是有这么个对象 可我只想恋爱 不想结婚 他 正跟我磨呢 他跟我说过 以后再也不会结婚了 只想好好照顾孩子 过好自己的日子 我看他真的是怕了 姐 你真棒 事业爱情两不悟 你现在发展得这么好 结不结婚 都不用担心的 只要自己足够强大 婚姻也好 爱情也好 也只能算作调味剂 江新怅然道 我哪有你说得这么好啊 我对旺旺就不够好 我很对不起他 我听我妈说过 前阵子有次他去江新那街 旺旺回家 旺旺大哭着不要回来 还问奶奶 为什么哥哥可以和妈妈一起生活 而他不可以 我妈差点破房 回来哭了好几次 想必江新的心里也不好过 看着他黯然的神色 我握住他的手 放心吧 旺旺越来越大了 你多接他回家 多相处 总会越来越好的 江新说 这么多年也多亏你了 旺旺能这么亲近我 我知道你功不可没 和江新分开后 我又独自在街上逛了会儿 现在的问题是 既然我不想全职 那谁来看孩子呢 为什么家庭一旦出现问题 被牺牲的总是女性呢 从小到大 我也被要求要努力学习 我也要参加高考 我也要认真工作 可从没人告诉过我 我最终的归宿 是在家带孩子 到了晚上 我把悠悠哄睡 和周宇开诚不公地谈了谈 亲爱的 我想了几天 还是决定不辞职 我坚定地说 周宇本以为我会同意 却没想到我会这样说 她吃惊地说 亲爱的 我知道让你放弃工作挺难受的 可目前的情况 我爸妈确实难以坚持了 她叹了口气 我爸就不用说了 她本来就高血压 上次摔倒 就是因为下楼时 突然头晕才会踩空了 我妈有糖尿病和肾炎 也不能太劳累了 她握住我的手说 亲爱的 孩子毕竟是咱俩的 我爸妈已经帮了很多了 我总不能让他们 拼了老命为咱们带孩子 这话确实不假 我叹气 道 我明白 可我真的不想辞职 如果我辞了职 可能以后更难找工作 我会和社会脱节 生活圈子越来越小 我上了这么多年学 不想在家里当家庭妇女 周宇揉了揉眉头 也不是让你一辈子 都当家庭妇女 也就这么一年 就是啊 一年怎么不能熬出来 再说一年 对于职场来说 也是会有很多变化的 我道 周宇看我坚持 周梅说 可我爸妈辛苦了 两年了 他们毕竟上了年纪 我这个做儿子的 也要心疼心疼他们 我说 这些我都知道 咱们可以想办法 总可以平衡的 周宇越发不耐烦 沉生道 月月 这么多年了 你爸妈从来没来 咱们这帮过忙 只靠我家这一边 我爸妈可从没说什么 他们甚至提出 每个月给你发工资 这你还不满意吗 你去外面打听打听 有比我们还要厚道的家庭吗 有时候 你也不要太过好强了 我觉得 女人还是要以家庭为重 周宇的话 如同当头一棒 让我浑身一震 我愤怒地说 我什么时候 不以家庭为重了 这两年我一下班 就马上回家 从来不去聚餐逛街 每天老老实实回家带孩子 我现在只是不想放弃工作 不想整日柴米油盐 这有错吗 我急促地说 你有没有想过 一旦全职在家 我身边的环境会发生变化 心态也会 我不想每天和你念叨 天天和你说鸡蛋多少钱一斤 市场的韭菜心不新鲜 难道你就不会厌烦吗 周宇大声道 我不会 你少看些网上无聊的帖子 这些都是你自己想象的 并不是真的 我生气地说 可这不是显而易见吗 哪个女人全职在家 不是在无休止的内耗 让我不上班 每天只等着你回家 生活圈子只有小区和菜市场 我的心里会出问题的 到时候我天天跟你闹 时刻疑心你出轨 难道你就开心了 我和周宇是校园恋爱 感情一直都挺好 也只有生了孩子这两年 矛盾才越来越多 怪不得别人都说 孩子刚出生的前两年 是婚姻的炼金石 周宇张了张嘴 吴宇道张月 你真的想太多了 反正我爸妈已经人至意尽了 既然你爸妈不出人不出力 你就自己辞职吧 他越这样说 我就越生气 吼道 凭什么呀 你为什么不辞职呢 上学的时候 我的成绩比你还好呢 我和你挣的钱也差不了多少 我的工作也有大好的前景 要是让你辞职 你愿意吗 周宇恨恨地说 你到外面打听打听去 哪家是男的辞职 在家看孩子 这些事都是妈妈做的 我看你就是自私 生怕耽误你自己 一点亏也不吃 我立刻反驳道 我不想放弃工作和生活 有什么错 你要说这是自私 那我就自私了 你可以和好朋友 出去打牌打球 唱歌聚餐 过得像个单身贵族一样 为什么我不可以呀 周宇脸红脖子粗地说 你不要天天念叨女权 这个世界男的和女的 永远不可能完全平等 我们家还花钱娶你呢 你怎么不说 我毫不犹豫地反驳 我们家也出了嫁妆 我也有工作 我辛辛苦苦怀孕 生下来的孩子 不是也姓周吗 我有什么比你差的 为什么一旦家庭遇到困难 牺牲的就总是女性 我不想被牺牲 周宇见我声调越来越高 最后那句几乎是吼出来 终于无奈地常常叹了一口气 她缓了一会儿 才说 月月 咱们跑题了 这样吵来吵去也没有用 我对你本身并没有意见 现在需要解决问题 是是是 咱们有个孩子 孩子没有人看 周宇说得没错 我也慢慢冷静下来 其实一直以来 我很认可周宇的一个点 就是她是一个很理智客观的人 很少意气用事 情绪非常稳定 我们争论半天 没有任何意义 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既然她无法让步 我只能咬了咬牙说 把悠悠送到托班去吧 我回来的路上 已经看好了一个 各方面环境都还不错 这是我能想到的 最好的办法了 周宇想了想说 孩子还这么小 真的不会有什么影响吗 其实我也是一百个不放心 可现实如此 又有什么办法 比她小的还有呢 现在的托班 小到六个月 大到三岁 都可以在正式入园前托管 见我如此坚定 周宇也只能同意 可在我带悠悠去托班体验的时候 我婆婆却打电话来说 孩子还这么小 怎么能去托班呢 肯定很容易生病的 我拉住四处风跑 兴致盎然的悠悠 耐着性子说 不会的 这边的环境不错 饭也很好 老师也都很专业 婆婆依旧不放心 这怎么行呢 悠悠才刚两岁 我说 你们俩心太大了 做父母的 也不能光顾着自己啊 多年来 我和我婆婆 始终相敬如宾 她还是头一次这样 当面指责我 我叹了一口气 说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我婆婆那边 还要再说些什么 我假装信号不好 道 喂 喂 说什么 我听不见 喂 妈 我先挂了 就这样 我给悠悠在拖班报了名 年仅两岁 她已经是个有组织 有集体的人了 接下来 我开始每天送悠悠上学 然后再去单位 我会提前半小时起床 把她从床上拉起来 一通洗漱穿衣 轻轻爽爽地送去拖班 她的放学时间 和我的下班时间差不多 我和周宇谁有空谁接 偶尔也让公婆去接 这样一来 小朋友一日三餐都在学校吃 连中午哄睡都省了 我虽然很担心很不舍 却从来没有这么轻松过 甚至暗暗期待 拖班要是能过夜就更好了 一周下来 风平浪静 悠悠也很给力 她每天都乐呵呵的 放学后还会给我 讲在拖班发生的趣事 虽然经常前言不搭后语 完全没有逻辑 可我听得趣味横生 可等到第二周 悠悠开始不想去了 她对幼儿园的兴奋和新鲜劲 已经慢慢退去 对我奶生奶气地说 我已经去过了那里了 不用再去了 我服额 你以后每天都要去 悠悠这才知道 幼儿园不是游乐场 上学这两个字 代表的是不懈地坚持 她开始哭闹 打滚 悠悠不要去 悠悠要在家里玩 我哄了她一会儿 被蹭了一身的鼻涕眼泪 这孩子闹了起来 怎么劝也不听 我也快要迟到了 见此我竖起眼睛 吼道 我不是在和你商量 你去也得去 不去也得去 再闹就打屁股 在打屁股的威胁下 悠悠才委委屈屈地去了脱班 我走出幼儿园的一瞬间 只觉得心好累好累 好像经历了一场战争一般 就这样 悠悠小朋友 继续她的脱班生活 可随着天气慢慢变凉 她早晨起床越发困难 就在一个冷空气来袭的上午 脱班老师第一次给我打电话 说孩子发烧了 让我快去接她 当我接到电话的时候 我的心都差点从胸腔里跳出来 我慌慌张张地跟领导请了假 一路狂奔跑到脱班 把孩子接了出来 然后带她去医院挂号 看病 拿药 忙得四脚朝天 终于下班后 看到小脸烧得通红的悠悠 也担心得不得了 好在她什么都没说 只安慰似的拍了拍我的肩膀 可公婆却不会在意我的心情 尤其是我婆婆 直截了当地说 肯定是在脱班被人传染了 悠悠可是不常生病的 悠悠一直很健康 确实很少生病 见我不说话 我婆婆擦了擦眼角的泪水 说孩子还这么小 连话都说得不是很清楚呢 在脱班病了得多受罪啊 她每天肯定很煎熬 我顿时无语 这都是没有的事 虽然悠悠反抗了一阵子 可她还是喜欢脱班的 而且交到了好朋友 我公公的脚还有些不利索 拍了拍沙发说 以后不要再送了 拔苗助长听过没有 听你妈的 让孩子好好在家歇着吧 我孙子之前每天多精神啊 两个人话里话外 都在逼着我辞职 我假装没听到 转天请了一天假 好在第二天悠悠地烧退了 精神也好了一些 我看没问题 第三天还是把她送去了脱班 这下子我公婆不干了 悠悠送去脱班后 婆婆打电话给我说 你们怎么不在家 我说我去上班了 悠悠送脱班了 婆婆焦急地说 什么 孩子都病了 怎么还送啊 已经好多了 老师说没事 还可以带药去 我解释道 还带着药 我婆婆大喊了出来 你们也太过分了吧 我无语 道 我不能再请假了 再说孩子也挺高兴的 反正已经送过去了 您就别担心了 婆婆在电话对面 深吸了几口气 说 你这个当妈的 可真够狠心的 我说让你辞职 给你钱都不行 你那个班就这么好 死活也要去上 我无意和她吵架 孩子生病 我也心烦 昨天我半宿都没睡 一会儿量体温 一会儿喂药 此时也是头晕眼花的 妈 说了没事 我还有事 先挂了呀 说完我挂了电话 和婆婆吵了几句 我心里越发乱糟糟 按道理说 悠悠确实该在家里 多休息几天 等病好利索了再去 可我总不能天天请假 单位里领导同事 也会有意见 果然 刚回到单位 就发现有个重要的报表 出了问题 部门里的人都在核对信息 我也连忙跟着比对查找 最后发现 原来是因为我昨天突然请假 有个数据 没能及时汇报上去 才会出问题 因为这件事 整个部门的人看我的眼神 都不太友善 我也惭愧得不得了 主任单独把我拎到办公室 听说你孩子病了 我们都是过来人 也知道家里和工作很难兼顾 可既然你选择了工作 就一定要做好 不能连累大家 我心中沮丧 也无话可说 等回来的时候 小刘小声对我说 又骂你了 我无奈地点点头 小刘压低了声音说 你说说你 弄得自己这么累干嘛 我要是你 早就回家歇着去了 不管小刘是出于对我的关心 还是希望我走了之后 她能代替我的位置 我都不认可她的话 困难是一时的 我说了要坚持 就一定会努力坚持下去 可理想很丰满 现实往往事与愿违 到了第二天中午 我正在核对表单 悠悠托管班的老师 又打来了电话 悠悠又发烧了 好像比之前要严重 我吓了一跳 连续发烧 说明孩子的病根本没好 可我不能再请假了 只能打给周宇 可周宇的电话一直不通 时间紧迫 我只能顶着主任的死亡视线 继续请了半天假 临出门的时候 我们部门一个和我关系不太好的女同事 小声说了句 就她家里失多 回头工作完不成 咱们还得背锅 我攥了攥权 有心想要和她吵一架 可时间不等人 只能尽快赶到脱班 老师说 悠悠今天状态不太好 一直没有精神 您快带她去医院看看吧 我接过孩子 只觉得她浑身像没有骨头一样 软绵绵的 一点力气都没有 等到了医院 好不容易排上号 拍了片子 医生说 悠悠得了肺炎 本来只是发烧 现在被耽误成肺炎了 我吓得六神无主 心里更是愧疚得要命 要是能让孩子多休息几天就好了 都怪我不好 接下来 我慌张地抱着孩子去输液 看着悠悠这么细瘦的手腕上插着针 掉瓶里的液体 一滴滴地灌入她的身体 我的眼泪忍不住掉下来 从小到大 我妈都说我特别有主意 可现在我终于开始怀疑 一直以来自己的坚持 真的是对的吗 我的孩子还这么小 如果她真的出了什么事 那我还怎么继续生活下去 我是她的妈妈 是最该为她考虑的人 可我一直罔顾她的身体健康 只为了自己能不耽误工作 没过多久 公公婆婆和周瑜也赶到了医院 看着悠悠躺在病床上输液的样子 我婆婆泪如雨下 我就说吧 孩子还太小了 不能一直这么折腾 现在得肺炎了吧 你们俩是怎么当父母的 婆婆痛心疾首地说 虽然明面上是说我和周瑜 可实际上只是在兜头盖脸地指责我 此情此景 这些话无疑像刀子一样搁在我心上 我一动不动地坐着 感觉浑身都在发抖 公公拉着婆婆说 别哭了 别哭了 咱们指不上他们呢 孩子还是你和我看吧 就算拼了老命 只要我孙子不受罪就行 周瑜也是一脸心疼 可她还是叹了口气 说爸妈 别说了 月月也难受啊 我们都没想过让孩子得病 婆婆终于忍不住 大哭着说 你这个老婆 心比石头都硬啊 她这辈子信得过谁 谁也信不过 我们掏心掏肺地对她 又有什么用啊 妈 周瑜大喊了一声 我颤颤巍巍地站起来 只觉得眼前一片模糊 我辞职行了吧 我辞职就行了 我大吼了出来 说完这句话 我脚一软 整个人向后仰了过去 接着我隐约听到 护士的声音 身上这么烫 她发高烧了 快去急诊 再然后 我就陷入黑暗之中 从小到大 我从来没有晕倒过 在大学军训时 我们每天顶着大太阳操练 当时班里 有些柔弱的女生会中暑 会晕倒 就能在操场边上歇一歇 那时我多希望 自己也能晕一晕 无奈身体背棒 吃妈妈香 从来没有如愿以尝过 这次我再次睁开眼睛 感觉非常陌生 还有头疼 应该是昏倒时刻的 映入我眼帘的是医院的屋顶 还有我爸妈 我妈正关切地望着我 见我醒了 连忙说 月月 月月 你没事吧 感觉怎么样 我深吸了口气 我没事 我是不是发烧了 可能是输了夜 我现在只觉得浑身乏力 并没有别的难受的感觉 我妈松了口气 说 你肺炎 发高烧了 你都烧到四十度了 你自己都不知道吗 一直以来 我都很少生病 可能是因为悠悠生病 我又累又急 才会突然病倒 我叹了口气 说 幸好我晕倒的地方是医院 能及时得到治疗 对了 悠悠呢 悠悠没事吧 我爸说 没事没事 孩子输完夜回家了 你公婆看着呢 周宇刚才一直在 后来单位有事才走了 我稍稍放下心 说 这就好 这就好 孩子没事就好 想到这里 我怅然道 爸妈 我可能要辞职了 虽然有些不甘心 可我也不能一直钻牛脚尖 我想妥协了 我受不住良心的责备 虽然我婆婆的指责 让我很难过 可悠悠才是我放不下的 全职一年就一年吧 正好我还有个政要考 就当是在家复习了 希望一年后 我能龙惊虎猛地 重出江湖 听我这么说 我妈面带愧疚地说 月月 这几年委屈你了 爸爸妈妈 确实忽略了你 我摆摆手 妈 别说了 我自己生的孩子 确实该我自己带 我爸妈又不欠我的 他们也为了之前做错的事情 付出了代价 日日受着良心责备 说到底都是我哥不作为 我妈握住我的手 放心吧 你不用辞职了 悠悠我们来带 我和你爸已经决定了 我爸不善言辞 只说 女儿放心 你不要辞职 好好工作 做你想做的事去吧 有我们呢 我有些不敢相信 呆呆地望着我爸妈 一直以来 他们都不敢提要 给我带孩子的事 现在怎么忽然变了 我妈说 我们说真的 以后我和你爸 每天去你家带悠悠 旺旺也大了 也该让你哥自己管了 我爸说 这下你公婆 没话说了吧 爸妈不会再让你难做的 我感动地说 谢谢爸爸 谢谢妈妈 出院后我才知道 是江心找到了我哥 对他说出了我的困境 我哥浑浑噩噩地过了好几年 不管孩子 不管父母 江心告诉他 以后他愿意和他一起 分担接送旺旺上幼儿园 说他这个当爸爸的 也该立起来了 可能是江心的话触动了我哥 所以他主动提出以后自己带旺旺 让我爸妈腾出手来 去给我帮帮忙 原来还是江心在背后 一直惦记着我 我感动不已 第一时间打电话感谢他 江心笑着说 我早说过 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小姑子 你一定得幸福 他顿了顿 道 再说家人的意义在哪里 不就是要互相帮忙 抱团取暖吗 困难是一时的 亲人是永远的 月月 你并不是一个人 我感动得眼圈都红了 说 姐 谢谢你 谢谢你一直惦记我 我跟你都没有血缘关系 江心说 怎么没有 你是旺旺的亲姑姑 我是旺旺的妈妈 咱们就是亲人 姐 我忍不住 还是哭了出来 当初我对江心 只是付出了一点点善意 可现在 我收获了一个全心全意 为我着想的亲姐姐 等我病好之后 我爸妈就来我家上岗 公婆没想到 我爸妈真的来了 颇有些善善的 一时担心孙子的心 被姥姥姥爷红走 一时又担心 我记恨他们当初的 多多相逼 为此 他们身体状态好的时候 也时不时地过来 看望悠悠 不是带些玩具 就是带着零食 见到我和我爸妈 也是客客气气的 还私下给我买了条 金项链补偿 我理解他们 一心一意 为了儿子和孙子打算 表示都是一家人 没有隔夜丑 这时候 不得不说 世上最省心的 就是男人 周宇对一切 都没太大反应 对他来说 只要有人看孩子 他能正常上班 正常生活 就啥都妥了 可这么一来 我们家经常人满为患 有时 我下班一推开门 就会看我爸和我公公 争着趴在地殿上 给悠悠当大马 我婆婆和我妈 在厨房里各展乾坤 这就是汗得汗死 烙得烙死吗 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 我和周宇会 不约而同地 看向对方 走啊 去耍呀 去吃格拉 哈啤酒啊 反正家里 也不需要我们了 据说 我哥和江心那边 也很热闹 自从我哥开始 亲自带着旺旺 和江心的接触 又多了起来 他本来也没死心 一下子又看到了曙光 开始死灰复燃 想和江心重修就好 可江心根本不理他 人家有个帅气的弟弟 正在穷追猛打 天天催婚呢 所以 在一个花好月圆的夜晚 两个男人 各拿着一束红玫瑰 在江心家门口偶遇 正所谓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 据说当时两个人 面面相去 都非常没有风度 江心的男朋友 对我哥冷嘲热讽 骂他没有眼光 小蝌蚪不行 人品更不行 我哥骂帅气的 小男朋友吃软饭 还是去幼儿园 重新拿个穴位再说 后来两个人打了起来 结果显而易见 我哥被人家 年轻力壮的小伙子 暴揍了一顿 把江心气的血压都高了 他倒不是心疼我哥 主要是邻居全都看着 丢人哪 后来他给我打电话 无语地说 月月 姐为了你 可是尽了力了 我非常不厚道地笑了半天 好了 我们今天的故事 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你的观看 希望今天分享的内容 对你有所感触 尚未订阅的朋友们 别忘了点击订阅 这样我们可以每天陪伴你 让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一起慢慢变老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痫揵 。